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夜之间纽约五月旗油低支负数 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卖家要贴钱才能卖走纽约五月旗油 但今次的富油价只是出现在纽约旗油 而并不是布兰德旗油 也不是各个月份的纽约旗油都出现这个情况 只有星期二到期的五月纽约旗油出现负数 主要的原因是忧虑美国储油能力不足 旗油是其中一种对未平仓合约 以实物交收结算的商品 即是合约到期的时候未平仓 投资者就会收到石油实物 布兰德原油泛指在欧洲北海生产提煉的原油 基本不切交收地限制 纽约旗油就即是西德州原油 属于内陆原油 教收地位于富欣 等待交收的原油会运往富欣的仓存中心 从2月开始富欣的原油库存持续升至5500万桶 佔富欣仓存中心总存量近七成 而美国能源信息处资料显示 整体链油厂和储油库的原油库存量有3.758万桶 佔整体储存量的五成七 而上月的存量虽然比4个星期前低 但都较2015年3月最低水平仍有大约1亿桶的差距 多数原油储存能力集中在墨西哥湾原岸和中西部 佔总数的8成3 墨西哥湾原岸链油区的原油储存设施使用率五成半 而中西部链油区相关设施使用率为六成 相上都低于高峰期的使用率 不过原油库存若果以平均每周1600万桶的速度增长 预期储油能力在五月底前就会跌至近期低位 美国陆上储油空间不足 运游轮成为储油的工具 停泊在全球各个港口外的游轮 石油储存量达到破纪录的1亿6千万桶 海载200万桶有的大型原油轮船VLCC 租赢率急升租金亦变天价 租用一手VLCC六个月的平均每日费用 由一年前的2万9千美元 急升至大约10万美元 而租用一年的平均每日费用 亦都倍升至到7万2500美元 在疫情持续下 全球对能源需求持续低期 原油要达至供求平衡并不是易事 虽然原油价格未必会长期处于负数 但相信未来几个月 其游到其一前后再出现负油价的情况 亦都不足为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